張惠妹在台上嗨翻 台下歌迷狂跳 附近居民不堪其擾 因為震度實在太大 老人家只會講吵死而已 其他他們會說什麼 水 他那個水會這樣子動 他以為地震 結果他有打 他有去那個去查 說怎麼搞的是不是有 可是後來查說沒有 這樣子 他才知道是因為那個的關係 從台北小巨蛋到長庚醫院 將近800公尺的距離 都感受得到演唱會的震動 附近居民堅決反對張惠妹 再開演唱會 甚至傳出要淡洗小巨蛋 附近里長接到居民反映 表示如果真的通過阿妹 在小巨蛋開演唱會 就要淡洗小巨蛋 審查委員之一的陳建林 做出說明 基本上你只要申請時間 如果要申請長時間的話 我們會建議他 選擇在比較不熱門的月份 比方說五六月 其實那個申請者很少 就是你申請的時段是 也是一個關鍵 身為審查委員的陳建林表示 如果租借淡季 審查通過機率比較高 但是年底即將登場的五月天 也是租借了小巨蛋的跨年檔 十二月十七到一月一號 包含拆搭舞台至少十八天 張學友明年二月 也是包了半個月 為什麼五月天可以 張學友可以 但阿妹不行 自然要開演唱會 當然就會有一點吵鬧 這才會叫做演唱會 文化局表示這是審議委員的專業考量 里長則是表示 因為五月天有說第一天震動 第二天歌單就會改 很有誠意 不過網友笑說 五月天九場演唱會主題不同 本來就是天天改歌單 說不出具體理由 阿妹連兩年遭到拒絕 覺得好委屈 接著我請賓羅伊錦台北報導